哈喽大家好,今天带大家探索的是地球的秘密,说起地球大家都不由得惊叹,因为在这里养育着许许多多的人口。 关于这个神秘的星球,其实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等待人们探索,在地球中有许多东西都可以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。 其中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地底世界,关于地底世界人们知道的很少,为了探索其中的奥秘。 1970年,科学家们开始在一个地方钻孔,他们用了好几年的时间钻出了一个地球上最深的孔,但是地球深度很大,想要看到它的地底世界是很艰难的。 所以在2018年,科学家们开始停止挖洞。 其实挖洞有很大的危险性,如果你钻孔钻得很深,可能触碰到了地球的地面部分,地面部分有着滚烫的熔岩。 到现在为止,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抵抗这种熔岩的高温。 如果研究人员一意孤行的继续钻孔,很可能导致地底的熔岩喷射出来。 一旦熔岩喷射出来,将会给人类带来不可估扬的灾难。 这种熔岩很可能使地球发烫,发烫后的地球会偏离原来的轨道,轨道的偏离会使人们的生存面临巨大的问题,所以还是应该停止钻孔。 对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加大保护力度,好了今天的地球就介绍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想和分享的话,欢迎评论留言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